要聽重溫 20號進入收費時段的朋友打電話來 因為說到那間新的酒店 即將落成 他的事業當中就已經有事了 我們回想一下那個地方 以前曾經說過不少靈異事件 今天他再補充 原來密室的房間裡 有了小朋友的手掌印 這件事挺恐怖 我知道你有處理過空窄的地方 待會可以談這個話題 今天這位嘉賓就是一位收密中的師傅 就是陳柏妍師傅 我們先聽一下電話 黃小姐 Edmond,很多年沒見你了 很多年沒見? 你在灣仔的時候我上過一次 做嘉賓 是嗎? 別來無恙嗎? 我去完英國回來 你不要問我是誰 我不會問你了 我家裡的工人 撞鬼 怎樣?什麼事? 她 我回到我 我一向都看到 她一晚回家 放完假 她去放完假回來 我見她 整個 下雨 下雨 然後我看到她帶了一些東西回來 嗯 然後我半天 那一陣子我都沒有來 因為我沒有空來 因為我做醫院 嗯 然後我看到她 然後我問她 然後有一天我忍不住 問她 你那天燒熱食 是不是踢了一部 搞了什麼? 她就死都說沒有 但是她自己身身不舒服 嗯 又發燒又病 去完急症室 然後都不知道什麼事 嗯 然後我就說 然後她就跟她說 我說 但是我看到有東西 嗯 然後她說 嗯 你這次 她說 你不用理我 你不要理我 但是我說 她在我家 今天晚上 那我住 我住屋 屋屋 然後她就問我 嗯 你看到什麼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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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踢了一些 不應該帶進屋的東西 回到我家 嗯 她說 你不要 各有各 她說 因為她信回教 她說 喂 她說 不要理 總之 他們有他們 我有我 但是 她半夜在擲廁紙 開房門 那叫不叫有東西 我問她 已經是這麼嚴重的了 是啊 然後我就說 還有她自己半夜 會發開口夢 她自己不知道 嗯 然後我錄給她聽 然後給她聽 她說 她自己忘記了這件事 是 然後我就說 嗯 你引了一些不應該人的東西回來 搞到自己這樣 然後她就說 嗯 我不信了 然後我自己 我說 但是你現在搞到我 搞到我家 我說 然後她就說 我要找師傅上來看 是 然後師傅一上來 她說 她就在那裡問 就是問回祖師爺 她說 嗯 因為我打給師傅的時候 師傅已經叫我 你不要說話 她說 我的頭已經在發 你家裡有很多東西 嗯 然後我說 有多少 然後她說 唉 我上來 你上來 你才跟你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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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一向都有東西在身上 她就不會撞 即 她們不會跟到我 或者我老公那些 跟不到 嗯 嗯 然後她就說 不是 不是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自己晚上 我自己走出廳 去掃 幾晚 我都見到 就是見到 她 在我房門經過 是甚麼來的 然後 即刻拍還是甚麼 實體 我看到那些都是 實體 實體 一個女人 有男人 然後我就說 為何會進到我家 其實因為我之前 就是 我去英國之前 我來敷屋 嗯 然後因為 那間房子 丟空了一段時間 是 然後我一家回來 然後住了 那間房子 嗯 然後那天 師傅上來 就是說 嗯 然後問了很多東西 即是她說 你叫你工人寫下 名字 和出身日期給我 嗯 然後師傅一看 她就說 在你的工人身那裡 哦 我知道 其實我看到 師傅 因為師傅一向都知道 我知道 好 我想問究竟 工人拿了些甚麼 或是帶了些甚麼來 她是去了深井燒野食 那次 哦 那怎樣 然後她是 她自己說 弄了隻腳 是 她是踢到石頭 我是那天 已經知道她帶了東西 回我家 喂 但她踢到石頭 不是她自己帶回來的 她不小心 是不是 她沒有想過 會黏得到她的身 那些東西是甚麼來的 是一個靈體 不是靈體 還是那些妖精 修煉的 那些是甚麼來的 那些東西是甚麼來的 是一個靈體 不是靈體 還是那些妖精 那些修煉的 那些是甚麼來的 然後她們就在外面拜神 因為她在外面拜神 她再拜神的時候 又帶一些回來 是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說 現在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我說你是搞到我家 那怎樣呢 你又找師傅幫你 有沒有清道呢 師傅就說在她身 她叫我 即她跟她說 那些東西不是在你太太 不是在這間屋 她說 是你帶來搞到你太太一家 然後師傅就幫我清 然後幫她清 我看著她 扯了五個出來 你看著 有五部電影 跑了出來的嗎 是呀 因為我看到那個女人 因為我半夜有一晚 我放了一些東西 在櫃頂的時候 你沒理由我的書 可以在櫃頂上你 不是一本普通的書 是一些我醫院用的那些 很大本很厚的書 她可以在櫃頂上你 我說 我說風也不會吹得動 嗯 然後 其實那個女的那個 就是告訴我 我在你那裡 我是在你那裡 然後她半夜不停搞 搞了很多事情 在那邊開門 我領房門 搞到我兒子發燒 然後我說 我不行了 然後找師傅 然後師傅來到她 就說 喂 在你的工人裡 她說 如果不 那不如你說 你現在解僱了工人沒有 我直接問 沒有 因為她原本是今年離開的 OK 那怎麼辦 她又不肯去 然後我現在在請工人 然後我就說 我跟她說 我說 你自己這樣的時候 我說我講話你又不聽 我說你自己帶了回來 你不是搞到你自己 你一搞到我家裡的時候 就不行了 然後她問我 然後師傅就說 跟她清完之後幫她封身 然後就叫她 你不要再 即是她說 你 然後就說 即是她說 你的房子原本是我沒事的 因為 我是 明白了 明白了 即是工人關係 即是你現在又要 不可以動她 那些東西仍然在家裡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清了 又清了 即是又不用整理工人 又可以清了 意思就是這樣 不是 因為師傅幫我 那天立刻在她身上 拔我出來 OK 因為清了幾隻 這樣就走了 我看到她真的 有五個拔我出來 OK 那家裡現在沒有異樣的 現在是回復平靜 那又古怪 即是燒東西吃 那又 那都跟到 是嗎 因為她黑 因為那一陣子 她是滿臉黑氣的 看得到她的樣子 OK 好 她是全部黑了 我做了一件事 你看 我在醫院做的 不如一早就講醫院了 其實 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知不知道 過身的病人 是 有些東西 是醫院現在有一份 新的 出了一些新的文件 就是說 叫你家人 撿走 它 遺留了的 物件 有些家人 就說不要 是 那便會簽一張紙 就是叫我們 醫院 可以當藍莎 這樣扔 是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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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簽一份 因為以前 太多病人 家屬回來 找一份 就是 說家人 報夢 說不見了 叫他們回來 查 在醫院 留下了 但我們已經當落 扔了 那怎麼辦 有一個晚上 我們收了阿伯 百幾個小時 就走了 然後家人 放下了一些東西 他們簽了一份東西 說不要 然後我們幫阿伯 清了一個櫃子 用一個黑色垃圾袋 包完 然後放進我們 就是 攀房 就是 擺垃圾的地方 嗯 然後呢 那一晚呢 阿伯呢 就 不見了一副眼鏡 他自己說 阿伯 就是 阿伯 即是阿伯走了 那個阿伯走了 他呢 家人說 他的眼鏡 全部扔掉他 就行了 他說 眼鏡叫我們扔掉他 那他簽了一份東西 我們不能不幫他做 是的 這些東西 那他幫他 幫他整理好 扔掉 就是 打算等清潔 就是 收納那些 你簡單點說就行了 你不用太多 收納那些 簡單點 你最簡單就行了 好嗎 然後他就出事了 那一晚 阿伯在那裡找東西 是 在病房裡周圍 即是有人見到阿伯回來 他找東西 是啊 是啊 那清潔 然後我們夜晚有個 就是阿姐 那些 他就說 為什麼不停有人 按鐘 在那間房 哦 然後我進去看 我說 因為我看到 阿伯在那裡找東西 然後我說 阿伯應該 剛才不是有東西 撿 因為我知道 撿了一袋東西 我說 有袋東西在那裡 我說 先保留 然後第二天 他家人就打回來 在病房裡 說 可不可以 幫我撿一袋垃圾出來 都沒有啦 扔了啦 是不是 初次我們是這樣回答他 但是我 那些同事 我有交給他們 我說 袋東西應該有人會找回來 然後 你找什麼 因為我說 我跟祖姦 我交給祖姦 我說 你們不要 那袋東西 我說 我家人會打 哦 ok 是 然後 第二天 我下班 然後 他們說 有人打電話來 病房 是 阿伯回去 找他兒子 跟他兒子說 你為什麼丟了我的東西 OK 好 行了 明白 真的要告訴你 不要 老人家 過身的東西 不要 一時說 不要 就扔掉他 好 他找的時候 很煩 明白 完全清楚你這次打來這個電話的概念 可以收到 是 OK 謝謝 好 拜拜 這個話題挺好的 原來是帶出了這個訊息 因為有些東西是家人覺得沒有需要 對不對 你不知道那件事原來是先人這麼重要的 原來現在有一件事簽紙就可以扔掉 新的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就是說醫院的人 你不知道信不信好 那你不會這麼迷信 醫院的 也不是 這個是一種執著 我剛才聽師傅說 其實很多醫院的護士醫生 都很迷信一下 他們應該經常看到 找你搞過事情 我知道 對啊 剛才那件事就是說 如果醫院他們 即是 他相信這件事的話 那他又要保持很多東西在這裡 那又不會 這個我就沒有聽過 或者保持七天 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聽過 OK 那我們是要說台灣那件事還是醫院 我反而想先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謝謝有位朋友 剛剛上個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就講回 阿士的一個節目 叫《香港靈異實錄》 找回一位導演朋友 聊天 因為我們都曾經去過丁九橋下 拍過一些東西 也有朋友曾經在節目裡面 說過他和女朋友 又是去過丁九 晚上打算在前面 衣揮一下的時間 同樣說看到一個女鬼出現 那他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 只是說說丁九橋9A 結果人呢 今天就拍了出來 我不知道他是Google 還是他知道哪個位 他說這張照片 我相信樓下的橋下就是9A 但這張照片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東西 我相信日頭白白也不覺得 那他一夜晚 就不經有個女靈體出現 當時我們拍攝的時候 他直接說在CCTV都看到那個女靈體 也看到她 還說是集體撞鬼 即是一班人都看到 說警察到場 因為他們不知道究竟是人還是鬼 所以林亞瑞那個已經怕到立即報警 警察有去到現場 看CCTV都說看到的 就是剛才那個位置 那我就想想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看到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看到的 看不到的 純粹拿一個地方出來告訴大家 這裏就是他所說的9A的位置 那我試試看 有沒有可能我們在那裏做到直播 因為那裏做直播 說大家也不會走到上來 晚上 我看看是怎樣的情況 總之 試一試 可不可以在那裏晚上 走去播一播 夜視鏡看一看 可能有機會看到 如果真的有東西是會看到的 夜視鏡 夜視鏡 是很多時候會照到 通常都是 就是這樣說 師傅 說回來 剛才就說 那件事在台灣 最後是牽涉人命的 是死人 人命發生了之後 那是誰死了 不是 是她的家人 她的媽媽 為甚麼 剛才就說到 我打電話跟她的男朋友說 寄了一個護身符給她 她寄了過去 她不肯戴 我就提議她 偷偷地放在枕頭底 放在枕頭底的時候 她一躺下去就馬上知道 因為她干擾了她 所以馬上知道 發勢 然後她不肯戴了 就在那裡罵 她的男朋友沒辦法 就被迫就拿出來了 拿出來了之後 就發勢被氣 然後罵她的男朋友 很嚴重 她的男朋友罵得很嚴重 她後來打電話跟我說 我告訴你 你記回來了 那她回來就算了 她既然不要 這些沒有完 沒有完就不要強求我 所以就寄了回來 寄了回來 沒多久 她的脾氣就很嚴重 那個人很暴躁 經常跟人們吵架 有一次就回到她家 她媽媽的家 她現在是跟她的男朋友一起住 回到她媽媽的家 其實平時也有時候吵架 那次是吵得特別嚴重 一吵得很嚴重 突然間鬆一鬆 那個人就好像沒事了 就好像沒事了 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就沒有了 她的男朋友就跟我說 沒事了 沒事就沒事了 不知道什麼事了 然後她就去了她媽媽身上 過了底給她媽媽 那個女靈體 是 最後過了三個月 她沒有說過了三個月 她媽媽就不妥了 去檢查身體 發覺已經是抹起肺癌 即是本來沒有的 沒有的 但怎樣證實到 那個女靈體過了她媽媽身上 因為她媽媽那一刻 她的流膠那一刻 她媽媽也覺得心口痛 可以問她 又是心口痛 是啊 一漏的時候 因為有些靈體一衝 第一時間就有一個痰中 有一個痰中 大部分都是 但我真的聽了這麼多年 靈異事件 這次師傅你所說 是一次說的 我真的第一次聽 我突然間痛 其實如果身體有些靈體 或者什麼 基本上的症狀很容易看 是 大部分都是心口 矮矮 有矮的 有矮的 還有頭痛 精神不集中 甚至睡覺睡得不好 這些基本上 有些皮膚有問題 比如說你去到肺經 皮膚有問題是經常性的 這個也有聽過 是 早前有些案子上 都是皮膚有問題 是有的 大部分都是皮膚有問題 也聽過是這樣的 這個是症狀是什麼 皮膚有問題 就未必是真的有問題 都要看看它的症狀 當然 例如睡得不好 或者是 幾樣東西加起來 加起來 其實一個很特別的特徵 就是很容易發脾氣 突然間發脾氣 這個是情緒控制不到的 這個基本上 都可以批准它九成幾 是有靈體在身上 但你沒有接觸過她媽媽 我沒有接觸過她媽媽 沒有的 聽回事情就是這樣 這樣 她知道這件事是因為她自己不相信 而導致 她知道 那時候末期進了院 她也沒有要求我幫助 她沒有要求我 不可以出手 到最後死了之後 會覺得慚悔的自己錯了 這件事就是這樣告終 剛才有些朋友所說 同意師傅所說 如果人的情緒 因為 都有一些不好的情緒 無論兩極 是否太不開心 或者太激動 都是一些不好的情緒 所以其實有機會引致她們 進入身體 也不出奇 有失敗的情況 我也曾經見到一個女生 是這樣的情況 是進入精神病科 她自己意識是知道的 但西藥 一直都是吃精神科 那個人都肥了 這件事我簡單講講 就是 那個女生在酒樓做的 一個酒樓做的 平時對我們很好 我們一家人去喝茶 那個女生很好招呼 有一次突然間不見了 什麼叫不見了 突然間沒有在酒樓做 沒有在酒樓做 然後不料料之 有一次過了大約一年左右 突然在街上撞到 那個人肥得很厲害 那個性格肥得很厲害 問她有什麼事 她自己是知道的 在沙田醫院 簡直是醫院的精神科 那裡有一個精神科 她進入那裡 就是綁住 曾經她姐姐也知道 請了牧師幫她灑性水 她是痛的 當時是痛的 她喊得很厲害 但她情緒很低落 因為她經常被人欺負 她很低落 她很低落 她很低落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次走過街上的土地 她發脾氣的時候 一腳就伸進去 踢了 踢了土地? 所以就出事了 因為她自己發脾氣的時候 就做這些事情 即是控制不了 也不是自己的司長 然後就出事了 出事的時候 她開始頭痛 睡不著 然後就送她去醫院 她說她的精神有問題 其實已經有事上一身了 她自己知道 她是有意識的 這件事我沒有幫她 她沒有要求我做 那時候我也不會做什麼 她只是跟我說這件事 跟我借錢 買藥 她說是很貴的 那些精神藥是慢慢說的 她吃了半年 所以我才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沒有出手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就是給她錢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每天都希望 平常心 所以都不要太過激動 沒錯 這個就是我見過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 這位是英國的朋友 黎先生 Hello黎先生 你好 Edmond 還有陳師傅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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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朋友說 在這幾個月內 他說他家裡 我朋友是西人來的 是 幫我做事 是 他說他家裡 很多那些 不明白活體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說在那些牆裡 我看過他的影片 在那個 在那個 錄影 他就說 在牆裡出來 出來了 出來了 就在櫃裡進去 哇 真厲害 是的 還有他說 有時候 有些 五顏六色的燈 飄來飄去 嗯 飄來飄去 這樣 他有一次 就很奇怪 他的太太 是西人 他就是美國 是 他就說 搞個 什麼 我不知道 是 他搞他的 英國護照 搞了很久了 差不多十年了 之後撞到那些東西 他說 不如 如果是 你這麼 奇怪 你可不可以 幫我 拿回英國護照 之後 兩天 他送回英國護照 給他 就可以成功 拿到那個護照 即是他跟靈體說 他跟靈體說 是的 對 跟靈體說 還有 是的 那靈體對他就好 其實沒什麼 如果他這樣 幫他 是的 他說 他可能不是靈體 是可能是 另一個宇宙來的東西 這是什麼 UFO 即是外星人 是的 即是 Alien Alien 是 Alien 沒錯 就是說 有時候 他說的 議員 可以跟他說話 不是說 有時候 不是說很多 他說那幾句 但是他也不明白 他說什麼 但是在空中 說 在我房間 聽到 什麼 這麼厲害 是的 他也 住了這麼久 我說這些 是不是鬼來的 我說什麼 他真是厲害 不是可能 宇宙的 那不是 其實靈體 都可以幫到你做事 如果大家相反無事 他就覺得沒什麼事 又未必 去到什麼 Alien 是未必的 其實普通靈體 它有少許能力 都可以幫到你 都有可能的 有些靈體 心情有修煉 有修煉 是的 死後的靈魂 都威力很高 都不出奇 其實都是 但是你不是有 那條片呢 他不是發了那條片 給你看過的 這樣 因為他 還沒發給我 我就去他家 看看 如果是 到時候我發了那條片 給你看看 我看過的都不是很清楚 很黑 從哪裏動來動去 就是這樣 哦 即是他覺得是 意幻而真 是不是 是啊 我自己都說 看上去 他又信 又不信 就是 他沒有理由騙我 騙我幹什麼 就是這樣 好 那你先看一下 叫他拿一條片來看一下 大家分析一下 好嗎 是啊 我發給你看看 看看是不是親 好 是啊 如果是 你有興趣 你過來這裡 或者我帶你去他的家 看看 哇 英國啊 現在很混亂 還是不要住了 也不是 現在也沒有了 是嗎 沒有啊 英國也沒有什麼特別 我也是在倫敦住 先搞定 叫文翠山搞定 先搞定自己 好 OK 好 OK 拜拜 拜拜 好 回來之後 我們不用去英國那麼遠 去灣仔的船街 是嗎 就是 了解一下究竟有沒有這個 慰安婦的成份在裡面 因為如果有的話 我們在靈異角度裡面 會覺得這間屋 真的會多點怨氣 那些情況 當然現在討論的 不是說靈界事件 而是牽涉到 有沒有慰安婦的那種 不好的氣場 在裡面 這樣說 對不對 有沒有興趣了解一下 究竟壽萍姐 進去 好像有些房間 也有些古靈精怪 不知道是不是 曾經有沒有用法 好 回來之後 我們去恐怖多一點 今晚就會 看回關於南固台的新聞 好 回來見 潘小集 恐怖在線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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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